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台北股市跌121点 121点也不多 以目前17000点的指数来说 0.7% 今天亚洲股市都跌很重 今天亚洲股市都跌很重 跌幅都已经到达2%的跌幅了 甚至于还有到3%的 1.5%的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跌0.7% 121.6 还好啦 算相对强势 我两天已经有说了 两天前我就提醒你了 对 是4月19号的图表 有没有 4月19号的图表 礼拜一的时候我就提醒你 礼拜一的时候我就提醒你 两日内提防转折 两日内提防转折 我拜说的嘛 昨天再拉个高点 今天直接开低就下去了 但蹲下还是好事 苦下去你不才有机会 又挣熟了嘛 对不对 昨天美国股市 礼拜二晚上 道琼跌256点 那达克跌0092% 费成报道题跌了1.56% 科技股还是弱势 半第二天啊 跌第二天呢 你看礼拜一的时候 已经都开始跌了 欧洲股市昨天跌2% 如果2%是台北股市的话 340几点呢 上大就有感觉了 大家就有感觉了 你看美国股市的部分 连跌第二天 连跌第二天 半第二天 道琼还相对比较稳 科技股的部分 纳斯达克 费成报道题 就很明显了 所以美国的科技股弱势 相对台北股市的电子股 同步弱势 合理啦 合理啦 可以想象 昨天礼拜二 台北股市扭买半 有点勉强 有点勉强 因为一整天都在平盘上下嘛 尾盘临时踢一脚上去 再创历史新高 小花勉强 我昨天讲过 昨天 法人操作只有17%而已 都是散户 疯狂在抢股票 这几天 法人动作其实都 比较保守 每天成交量 外资的交易 法人的交易 都只占十几%而已 依照我长期的观察 法人的交易 正常都是占三成 30%到35% 现在降到剩下 十几%而已 所以散户的动作 变积极了 那散户动作积极 也不能算坏事啊 大家愿意投入股市 当然是好数嘛 对不对 可是不要偏颇 不要过度集中在 某些产业身上 这样就不好啊 昨天日本已经跌584点了 你看日本 这两天跌很重啊 我们来看日本 日本今天又跌了591点 日本已经连续两天急杀了 因为日本疫情又升温 台湾疫情控制得很好 值得奖励 可是还是要小心 该做的防复措施 也是要做好 昨天外资台紫期空担 净加四千两百九的七口 总空单 28832口进空单 所以外资昨天加码放空 今天台北股市开低 一度跌156点 虽然反弹 收盘还是跌了121点 但相对亚洲股市 我们还是比较稳的 那也是稳的 你看南韩跌1.5% 日本跌2% 香港跌了1.6% 我们算拨得太少了 因为投资人好积极好疯狂 今天外资卖了202亿 外资已经很久没看到 卖超过200亿了 前一次卖超过200亿的是 三个二十四 大概快一个月前 这个月来外资的操作 都偏稳定跟保守 没有在大局的杀出 今天卖了202亿 智商也卖了54亿 投信本土的法人 只小卖1.5亿而已 所以赏户好疯狂啊 法人在撤退 赏户积极强劲 所以要税离啊 要小心啊 法人的交易只占了19%而已 所以要税离啊 这个行情 完全在我的预告中 我两天真的说了 两日内提防转折 我现在提早就去提醒了 礼拜一我就提醒你了 那没关系啦 短线修正 你不知道有机会 休息 不然一直去一直 一直去一直去 不追 你又觉得会错过行情 追高了 你又担心害怕 所以我蹲下来 其实是皆大欢喜啊 这行情我早就跟大家讲过 40天的周期 40天89天 44天81天 我说进入40天的区间 说完了是40天区间 提早两天结束 我跟你讲发动了哦 发动了哦 当时还在16400点而已 讲完之后是开始动了 提早两天发动 进入全新的40天多头行情 所以这些行情 短线有回档是好数 并不影响长线格局 40天的方向 行情管本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大涨修正 再涨再修正 每一次修正 都是给你捡便宜货 你撞就熟下 后面又去 你就贪过更多嘛 对不对 现在重点不是修正不修正的问题 重点是 这一波的多头 重点在哪里嘛 南主角 台积电有机会 连电有机会 还是金融国的机会比较大 我两个星期就一直在提醒了嘛 是不是 很多人把希望建筑在台积电身上 结果这段时间下来 是不是有点落寞了 台积电也没上当啊 红海也没叮当 联发科也没叮当 对不对 那就是压错宝了嘛 每一段行情 都有每一段行情的特色 一开始你就要压对宝啊 一开始压错宝 那就去掉了掉了 对不对 你看前一波 前一波 我重点在压法人做账 你不管买台积电 买台达电 买联发科 都是压对的 可是重点我压日月光 你看你前一波 你压台积电也赚 压联发科也赚 可是我压日月光 就赚更多 压国具就赚更多 对不对 都是低保费的 三五半到85% 国具也低保费的 四五个的时间 我们赚要一波 所以你要压对宝 每一个波段的主流 一开始你就要正确的定位 定位对了 你就会赚大钱了 你就会赚大钱了 那过年前的时候 开始进入盘局的时候 开始进入这段盘局前 我就跟你预告了 今年我就说了 过年后全新主流 在中小型 那器官都不可以了 器官都不可以了 你看过年后 指数就贏了 八百点 九百点 在里面税 我们赚的股票 我们所见的股票 华硕 是否叫完年后 标 技嘉 过年后标 都是之前没有涨的 开始标 静态 这都是我们 拿回我们做的股票 帆甲 大田 你们都知道 你们都知道 南地上标 三个礼拜多标了1.3倍 升丰 今天又涨停板 是不是之前没有涨的 过年后就开始标了 想跟他预告的同样 过年后全新主流 中小型 器官都卖堆 尤其我点名 台积电 不可以再卖了 你看我说完了台积电 卖了100块 外资拼命的卖 外资拼命的卖 那这一波 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讲了 台积电有机会 外资卖了那么多 上面偷了很多人 还有机会 你看你把机会 建立在台积电身上 越走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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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费钱了嘛 是不是 浪费钱了嘛 你把它压在 鸿海身上 也是浪费 你压在联发科身上 也是浪费 日月光也是啊 对不对 你过完年之后我就说啦 日月光不好买喔 你看说完之后 日月光 是不是掉下来了 那这一波 一开始我也跟大家讲啦 日月光 有淡季的味道 既然有淡季的味道 它就不可能会大气了 所以建议你不要再买日月光 你看日月光 这一波你买日月光 起身路名 对不对 起身路名 看北京高标一直去 日月光就是不会去不会去 你一直希望它 你的希望就一直落空 所以你要压队主流 国具隔年完了也讲了 不可以抹抹喔 600几块 不可以抹抹喔 因为日本两大厂 已经提前下来了 你看说完之后 国具 撒一百块了 所有市场的分析师 没人敢讲 没有人敢讲国具了 跟阿春林的厌一天在讲而已 国具时间是结束了 所以第一次买完之后 撒起来 可是我跟大家讲过 日本两大厂 如果还没发动的话 国具 就没充 因为两大厂 全球市占率最高嘛 国具一定是带他们走的嘛 昨天国具涨了5% 外资昨天买了2901张 三大法人买了3268张 结果今天国具也是再落下来 今天国具也是再落下来 今天国具也是再落下来 因为日本在 2天2天日本 基数落2%嘛 对不对 那日本在跌 春田跌2.4% 太阳右电跌2.2% 国具当然穿不出去嘛 那没关系啊 你这段期间 他在打底的时候 你先建立基本持股嘛 先建立基本持股 等到日本两大厂 如果开始动的时候 你再加码就好了嘛 对不对 不然等到日本 两大厂开始动的时候 搞不好国具又涨了 十几%出去了 所以用策略的方式 先建立一些基本持股 等到两大厂开始走 那你再加码下去 这样就好了嘛 所以这提醒你 金融股有机会吗 金融股有机会吗 你看金融股 礼拜全面大涨 金融股 我一开始 我一直在押富邦金 你都知道啊 我一直在买富邦金 你们都知道啊 我对四十二块 就开始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第一季 第一季 有五块钱的实力 是不是最远的 今天大盘跌100多点 富邦金 小跌一点点而已 对 六三块钱了 国具也是一路一直出去了 有没有 我富邦金在四十二块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预告了 现在一路抬起来 现在人家去吃 今年一股十块钱 今天一股十块钱 所以金融股是这一波 但它走势 不是那种标的方式 可是很稳 金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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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权指数在一万七 求稳才是最重要的嘛 对 吃快都打碗 求稳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投资人还是很疯狂 疯狂要抢传产 你看电子股还是只有五十四趴 运输股穿了十五趴了 穿了十五趴了 有点离谱 最近很多投资人 舍弃电子买传产 这样做 但不能讲错啦 你如果贪钱都是对的 可是不要像无头昌龄一样 黑白堆黑白堆 你看礼拜一塑胶大涨 礼拜二就大跌了嘛 对 礼拜一就大拨了嘛 礼拜一钢铁股全面涨停 礼拜二钢铁股就全面大跌了嘛 所以你这样乱抢 随着市场疯狂起舞 不一定是好嘛 今天钢铁股 今天航空股像这样 散户抢翻了 散户抢翻了 你看今天航空股十五点六趴 昨天是十二点七趴 今天资金更集中 那不是好现象 你知道 航空股只有二十五斤而已 二十五下中小型的公司 盘中一度成交量占到二十五趴 太狠了 电子股进行都是六十趴以上 六十五趴到七十趴在电子股 电子股主流就很稳固 很少低于六十趴的 现在电子股剩五十几趴 道主人都买电子股 都去唱航运股 航运股只有二十五公司 电子股五百几斤 五百几斤 那结果做输 二十五公司的航运股 你看金融股 二点九趴 金融股三十五家公司 都是大规模的 大规模的三十五家公司 竟然输 二十五家小公司 所以可见的怎么样 太过度了 太过度了 太过度的结果 等到你要税你 这个行情 我跟大家讲过 不是多头列车 是多头马车 多头马车 很多马同时一起在冲 你没有看到买 你又要骑 骑到板子买 两天的休息 两天的跌倒 你要压 赤兔马 赤兔马才能够日行千里 一路一直走走不停 对不对 总而言之你还是要买底部 不要去买底部 尤其买底部的基优股 探大钱的 老机的 夹着买的 没那个逼 现在会涨的股票很多 你何必强迫自己 去买那些 业绩烂的 是不是 到现在 台率就够了 你像我这样做 三十八五十八 都很轻松 大盘要看得准 个股操作要求稳 不要买底部 不然 锁定高货率高成长 低白亿比 底部的股票 你永远都是大赢家 我一直在印证给你看 对不对 我也没有航运股啊 我也没有钢铁股啊 可是我稳扎稳打 一档一档赚大钱的股票 从底部带会员操作 你看过年后 静态 是不是买底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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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四十几% 对 大田 是不是买底部的 时间都算得准准 五十八千元 没完之后开始起 是不是又七十几% 是不是最稳 最稳 不用随市场起舞 我们底部开始买 买底部才是掌握先机 赢在起跑点 对不对 都是买底部的 都买底部的 忘记也是 时间都算准给你看 110 对不对 开始买 买完之后开始起 是不是又四十四% 这样是不是最稳 这样是不是最稳 最稳的操作 才是大赢家 赢在起跑点 赢在起跑点 你要掌握先机 等到行星涨了 两成三成了 你那堆就输了 对 旺续一四五 开盘一四五卖出 一倍就落下来 每支股票我带你进 我都带你出 带你买的 我会带你买的 你看中光店 许三十一三十二开始买 买底部你就会赚大钱 买底部你就会赚大钱 那带你进或带你出 是不是又八十几% 就八十几%了 你看台光店 我今天特别提醒你 今年会大爆发喔 今天如果很热 台光店是不是 冲出去了 连三两天 是不是冲出去了 选股很重要啦 我从来不追高 投机股业绩烂的 一概不碰 开大门走道道 锁定底部的基优股 我们一支一支来拼50% 认同我的观念 认同我的做法 广众有付电话 国票再来找 我们到底来谈 这段不够 学长马上回来 与高档转折迈出的 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上 财富成长之路 立起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滑信投顾 滑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滑信的事 滑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大家在现场 我这个星期有三重演讲 这礼拜有擅长讲座 礼拜六早上在高雄 礼拜六下午在台南 礼拜天下午在台北 我这是要告诉大家的 财报标股大集合 财报标股大集合 三月营收发布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第一季财报 陆地续续会发布出来 所以只要发布财报利多的 它就会喷出 你看今天 卫钢一发布 是不是喷出去了 就喷出去了 那你看到消息发布 你再买 就太慢了 你要领先市场 领先市场掌握先机 你才能够赢在起跑点嘛 对不对 哪些财报 大力多要不去的 后面会标的 我在演讲会场上告诉你 礼拜六早上高雄下午台南 礼拜天下午台北 今天开始接受预约报名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你看医疗手套 你看医疗手套 南地我当时没有的 三个十八乎 七十五 七十四乎半 八十一直在买南地 买完之后开始标 买完之后一直标 一直标 一直标 四月十八号四月八号 发布二月一点六五 这样太慢了 等到发布的时候 等到发布的时候 四月八号 已经一百四十二块了 我现在就开始在买了 等到你看到消息 已经标要一倍了嘛 后面还两天而已 当你听到消息 不负了啦 你要掌握先机 买在起跑点 赢在起跑点嘛 你看三个星期赚了一点三倍 跌停 跌停 我说大家不习惯这种分盘交易 你认为赚够 你赚的也没关系 赚了一点三倍了 你觉得赚不够 我就继续在破了 你看像我买起来啊 今天又大涨快八% 大半路电路起来 不用怕啦 我都不走的 你在怕什么 对不对 另外一档医疗手套 很多人都知道 也不用改了 身锋 你看到公元后 开始标 是不是开始标 公元后开始标 一直标 一直标 三个多礼拜时间一点三倍 这两天打下去 打下去就打下去啊 哪有差 对不对 打下来我说 你要认为你赚不够 你就继续破嘛 你要认为你赚不够 你就没了嘛 你看说上来了 想要涨停啊 说涨停了 做股票喔 很有耐心的啦 你看中时化 中时化也是啊 一九月 不然之后 去要涨停 打来又叫 又叫要涨停 又拉到块涨停 礼拜一涨停 只要买的第一步的 我先卖了一趟 不要买了 等下来认识 还有很多 没有机会讲 没时间讲啦 你直接跟着我做 打下报名 礼拜六 早上高雄下午台南 礼拜天下午台北的讲座 财报标股大集合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